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型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法医学高分剧《神的测验》 第三集完结篇,《脑中的幻影》,下集 振宇二号来到咖啡店,见到了另一个身份的幻影 门外传来救护车的声音,幻影没有告诉振宇 在他进来时,李兰就在他身后被人刺杀 信任的是刀刺入时角度微偏,李兰捡回一条命 事后所发现徐少敏的大脑似乎进行过改造 但脑部分析只有振宇才能做 这时老张不请自来,接下来这个工作 振宇的本体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 那就是恩时老张会死 他想起二号与幻影的交谈 幻影说振宇将会杀掉一位振友 而他目前为止所做过的实验是为了证明一个理论 情感不过是脑垂体分泌物的结果 是像幽灵一样虚幻的存在 只要切断了破坏了这部分的脑功能 再给人植入一定的指令,他们就会按照指令做事 例如照完后,被切断了控制恐惧感的神剧院突出 自杀时也毫无感觉 而徐少民被植入了对父亲的憎恨 谋杀亲生父亲也毫无犹豫 人类的情感根本就是物质所控制的 但幻影更好奇的是 对振宇这样自控能力和道德感极高的人来说 这个理论是否成立呢 因此幻影在那次潜入振宇家时 对他进行了一些大脑改造 会让他提高仇恨和杀机 如果他会顺利杀的那个朋友就代表幻影会赢 也许他还会因此拿到诺贝尔 如果输的话,提出这个假设的人将会付出代价 本体发现二号答应了与幻影的赌局 因此害得跟踪他的里兰被刺伤 萌生了逃避的想法 二号却告诉他自己不但非常想赢幻影 而且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理由 让他也想看看这场赌局的结果 他一口断定 有了这场赌局的一定是振宇 振宇气得想要汇拳去打镜子里的幻象 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自由行动 原来二号的意志已经强到可以控制他的部分行为 就算二号现在想要自残 他也无法控制 只能等在这不知什么时候会杀人的恐惧里 另一边老张经过研究 发现幻影论文中的实验体与目前的案件是一致的 四号老鼠患的是查尔斯邦尼特综合症 对应张望后的疾病 二号老鼠的卡布格拉妄想症 对应的是许上敏的病 这说明在对老鼠进行实验成功后 幻影对真人进行了实验 而且幻影的目的并非救人 而是以治疗为名义进行另一个实验 虽然张望后和许上敏脑中有医治过的痕迹 但前额叶和小叶都被人动过手脚 很明显是被人控制了情感系统 事务所的同事料想到 正与此时一定在和幻影作者斗争 于是道成又重操旧业 是要查出幻影上传那些医学论文的IP地址 他说就算让地球实权 也绝不会逃出他的眼睛 医院这边刚刚清醒的李兰告诉太直 刺伤她的是一个自身彩精的女高中生 之前在球场删掉她照片的也是彩精 她一定是幻影的帮凶 太直想到幻影身边的几个人 都是脑部罕见病患者 于是通过罕大的罕见病资料库 很快锁定了这个18岁女孩 独裁精 两年前她因为遭遇校园暴力脑部受伤 手术后患上卡特尔综合症 很明显她就是另一只幻影的小白鼠 那么现在只剩下可鲁尔比尔综合症 对应的那个实验对象 她的身份又会是谁呢 正与感觉到自己的暴力感越来越重 于是她偷偷到医院 要求用核磁共振来刺激神经 消减被植入的意识信号 没想到这么做适得其反 幻影早就猜到振宇会出此下策 控制了她的远心性神经组织 如果她试图刺激 只会增强杀机 她只请技术部门 恢复了李兰相机里被删除的照片 看到了振宇在球场见到的男人 她猛然想起 这个男人在李兰被撕伤的 那个咖啡馆外曾经经过 东明很快查清了 这个幻影的真实背景 美籍韩国人徐仁国 也和振宇一样是个天才少年 很小就进入斯坦福大学 拥有四个博士学位 回国前是一名脑科医学专家 老张说他发表过许多的医学论文 但由于理论非常极端 并且私下进行了很多非法实验而被告发 被大学医学会出了名 太子派人前去杜彩经的家调查 但警方已进入那里 立刻被墙上的超声波发射装置袭击了 一群人痛哭倒地 徐仁国将这一幕转播给太子 并逼迫太子承诺 不再找他的麻烦 太子要他赶紧住手 徐仁国反而将功率开到最大 当太子赶到时 所有同事都已经不幸意难 郑宇不停地看到老张满脸失血的尸体 他问二号是不是想杀掉老张 二号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说自己虽然埋怨老师 但并没有想杀他 而老张此时正准备前往郑宇家 但在车子启动时 一个毒气装置的机关被启动 老张立刻陷入了昏迷 与此同时 幻影黑进了事物所电脑 道张发现电脑正在急剧升温 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驱散了其他同事 在最后关头抢救了资料 老张从昏迷中醒来 被幻影实施了一个脑部手术 这个手术也是幻影曾发表过的 在大脑中安装高频发射仪 就可以将脑电波转换的能量 射出高频声波 刚说完 众人随着一声侧耳的鸣叫 全都陷入了痛苦 老张的大脑成为一个厉害的武器 除非他的脑电波消失 否则就会继续伤害身边的人 幻影给了真语一个选择 用珠上的枪杀掉老张 老张同样恳求真语杀掉自己 可振宇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这时二号在压力下冒了出来 痛快地举起了枪 但振宇却用意志力在不断地阻止他 这是一个人的经分现场 个人与个人的博弈 这种痛苦老张明白 于是在振宇犹豫不决时 举枪自尽 结束了这场灾难 与此同时 由于上次没有杀到李兰 杜采经感觉没有完成徐人国交代的任务 在他患上脑边后 是徐人国将的治好 所以杜采经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 杜采经借口探望亲戚混进了医院 而心大了一整机的李兰 终于聪明了一回 提前准备好枪挡在这里 经过确说后 杜采经仍不放弃杀心 李兰无奈之下 只有对他开了枪 老张的死 让包括振宇在内的所有人都悲痛不已 作为恩师和长辈 老张尽其所能帮助振宇 直到死后 他给所长留下了一个脑活性意志装置 提醒振宇贴在后脑的位置 还没等振宇搞清用途 道成就慌忙地跑来振宇家 原来就在刚才 道成终于跟踪到了 幻影真正的IP地址 过去一年的时间内 幻影发表的许多 关于脑病医治的论文 上传地点竟然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那就是振宇的家 这也就是徐仁国 为什么说提出假设的人会付出代价 也就是二号所说的 想要看看结果的原因 以及那个不能说的理由 答案都指的是这个真相 真正的幻影 其实就是振宇自己 确切地说是振宇的二号人格 而徐仁国 不过是个将二号的一些假象付出实践的人 二号是振宇人格中 最有才华 也是最有野心的一面 他想要站到学界的顶峰 反过来利用徐仁国 来打击振宇本体的人格 最终占据他的全部 而徐仁国的野心更大 通过老张的死 不但能够打击本体的信心 说不定还能诱使他内疚自杀 而自己彻底取代幻影的位置 振宇不会这么坐以待毙 他请道成查到了徐仁国的住址 准备和他来个终极对决 振宇问他 假想做了实验 毕竟振宇所有的想法并没有实施过 振宇问他 那只最后的白鼠 可鲁尔比塞综合症患者 是否就是徐仁国自己 徐仁国很痛快地承认了 在患上这个病之后 他失去了类似爱情 同情和怜悯这些情感 更加看清了情感的本质 他提出与二号合作 由他提出假说 而自己进行实验 相信很快就能有大的成就 徐仁国告诉眼前的二号 如果振宇的本体想要阻碍他们 他可以通过某些方式 将它完全清除掉 说到这里 振宇突然脸色一变 告诉对方 自己并不想被清除掉 而徐仁国这时才发现 眼前站着的正是振宇的本体 原来老张留下的那套设备 是通过抑制右脑的活性 压制振宇的第二人格 保持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出现 徐仁国得知被骗 想要对振宇进行最后的游说 他扬言说自己的研究 是为了消除感情这种没用的东西 因为有感情也就有了欲望 那样会带来战争和痛苦 如果没有这些 人类一定会更加和平 振宇又一次遇到 外里携手的大反派 没有感情世界不可能和平 情感是人类这种生命体 最神奇的存在 在徐仁国对振宇举枪时 他启动了手上的高频发射仪 而这个发射仪 正是徐仁国安装在老张脑中那个 振宇告诉他 这个频率只会对他有效 直到他死为止 自己都不会停 就在徐仁国奄奄一息时 太子赶了过来 拼命拉住了振宇 他不想振宇因为这个恶人 毁掉了自己 而对徐仁国也是恨之入骨的太子 本想替振宇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却发现自己下不了杀手 毕竟他们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正直善良的人 事情结束后 太子告诉振宇 自己要去大丘那边的警局就任 振宇问他 是不是因为这次的案件背了锅 太子笑笑说 当然不是 只是大丘那边请客吃饭的人多而已 一年后 清晰从国外研修回来 分离许久的恋人终于再见 振宇来到约定的地方 在看到清晰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 取下了戴在脖子上的抑制器 但就在他走近的时候 大脑突然陷入了瘫痪状态 晕倒在地 远处的信息迟迟等不到正义出现 露出失望的表情 到这里 神的测研第三季剧情就结束了 因为留了个让人揪心的结尾 这里可以提前给大家小剧透一下 男主第四季开始就会醒过来 而届时女主美丽女警官也会回归 不过本季警官大叔的表现也是很抢眼的 基本成为了本季的搞笑担当 此外 主演柳德换饰演的双手人格 可以说是演技炸裂 许多戏仅凭一个表情或动作 观众就能无障碍区分 确实是很有才华的演员 好了 本季解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不分昼夜 坚持追更 我们第四季很快再见